武汉被称为九省通渠之地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版图上 它基本上位于比较靠中间的位置 可以称得像是中华民族大版图的心脏部位 同时武汉的水路交通极为发达 我们知道古代王朝建都有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草运要好要方便 因为京城里生活的人口非常多 最重要的黄金国际都生活在京城里 因此京城必须要在交通发达的地方 当年北宋建都的时候 赵匡应提议把京城迁移到洛阳去 但是由于开封的交通条件更好 草运能够及时送到 因此签都的提议最终没有成功 朱元璋建国后也想把都城迁到长安去 也是因为长安当时不但建筑破旧 而且草运不好 物资运输无法及时保证 最终计划也没能实现 还有隋朝的时候 隋文帝当年定都大兴城 后来隋扬帝把都城迁到洛阳 也是考虑草运问题 唐朝的时候重新把都城建在长安 但是草运问题却一直制约着长安 以至于每次遇到灾荒时期 长安的王公贵族们都会成群结队 迁移到洛阳找去的 由此可见 优越的交通条件 应该是武汉成为国都的重要参考指标 但是武汉在历史上 却从来没有成为过大一统王朝的国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武汉条件得天独厚 但是没有被历史上的王朝选为国都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文化背景 武汉在历史上属于处地 处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但从来就不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从西州开始分封的时候 处地就有点被作为中原国家的西州所歧视 在进行工程分封的时候 也只是给处地封了一个子爵 这成为处国一直不高兴的一个原因 以至于数百年来 处国都试图打到中原去 问领中原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 大一统国家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个是西安洛阳为代表的勤进地 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燕罩之地 而北京能够成为中心也有两个偶然 一是中国曾被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 而北京曾是忽必烈的前邸 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后 就把北京作为都城 二是北京又是燕王朱棣的前邸 如果没有朱棣发动静难之一成功这一点 明朝的中心很可能一直就在南京 而不可能迁移到北京去 这两个偶然也让北京取代了西安与洛阳 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 作为位于处地的武汉 一直没有这样的政治机缘 甚至连处地也没有过这样的政治机缘 唯一的一次是项羽定都在蓬城 但严格地说 项羽的西楚国并不算一个大一统的朝代 其二历史发展 武汉现在是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城市 拥有上千万人口 武汉的历史也很悠久 考古发现 其历史可以上述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但是武汉在历史严格中 很少有成为一帝一周首府所在地的时候 武汉三镇这个词 其实就表明了武汉这三个地方 历史上的规模是不大的 真正繁荣发达起来 还是在明朝的时候 朱元璋实行藩王制度 把第六子朱镇分到武昌当楚王 那里才作为地方上的一个中心 经济文化才发展起来 这个历史发展也就决定着 武汉在古代不会成为帝王们 青睐的皇都选择地 其三 地理位置 古代王朝选择国都 除了考虑曹运外 最重要的还是考虑地理位置 古代国都的地理位置 首先必须是一守难攻的 这样都城才不会被攻进来 要一守难攻 就必须被相对高一些的山川给拱卫起来 长安 洛阳 北京 之所以长期都被作为国都 就是周围有这样的山川拱卫 当年赵匡印象从开封迁都洛阳 也是以为洛阳有那样的山川拱卫 可是武汉周围却没有这样的拱卫 不但没有 而且由于水路交通十分方便 敌人一马平川顺水而下 很容易就打到武汉来 一旦打过来 武汉就将遭遇灭顶之灾 所以古代统治者 谁也不会做这样的考虑 除此外 古人选都城还会考虑所谓的龙脉 按照风水学进行推断 什么左青龙又白虎之类 当然了 究竟什么才叫龙脉 估计没有几个人懂的 但是肯定在历史上 风水学家们并不认为武汉有龙脉之效 因此也就不会给统治者推荐这里 自然 武汉也就没有成为黄都的机会了 新中国建国前期 曾有过四次建都之争 发生于新海革命期间的武汉与上海之争 袁世凯与松中山 关于北平与南京之争 北伐战争期间 南昌南京与武汉之争 抗日战争后期 更是展开于战后监督有关问题的大辩论 自民国开始 指中国成立之前 有关于中国首都之争 一直众说分约 错综复杂 类自首都之争中涉及的城市包括洛阳 西安 南京 北京 成都 成庆 兰州 长沙 济南等地 那么这些首都之争的变化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考量 主张在西安建都者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宿敌对准了北方 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疆域之争一直在北方 所以在西安建都就可以加强西北国防地位 其次 西北有众多少数民族 以此地为国都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十分有利 西安在西北众多城市之中最为富庶 又拥有着极高的文化底蕴 以上种种条件让许多学者认为 离西安作为首都要是最大 另一部分主张在武汉建立国都者 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作为打响星海革命的第一站 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必然名正言顺 更何况武汉在交通国防经济上都占有优越地位 武汉三镇坐落于长江周游 海运极为方便 这里的铁路四通八达 为南北两地的交通重要感谢 如若以后武汉为国都 这座兼海都之类的城市 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建设 必然事半功倍 除以上这两个城市以外 首都之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城市 就是北平和南京 新海革命爆发以后 关于民国临时政府到底该涉于何处 就有过几次激烈的讨论 有人主张建在首义地区武汉 这些学者认为 定顶者南方沉默若武昌 武汉的优越条件已经在上文提到过 只是当时孙中山更加倾向于在南京建都 第一 这座城市的高山 深水 平原 是其他南国之城能以寻觅的佳境 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第二 金陵乃江南财富重地 这里人文汇翠经济发达 可以此掌握全国经济中心上海 第三 在战争开始之前 南京的城市建设已经达到了作为首都的条件 如此一来 民国的首都被设立在南京 南京确实以其经济文化优势成为国民党的大本营 但是在后来的首都之争中仍然被北平所击败 毕竟在抗战爆发不久后 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就彻底沦落至日本人的手中 此后 南京一旦参与首都之争 就会遭到许多学者专家的质疑 比如从地理位置而言 南京地处东南地区 对于西北 东北 西南边疆等地实在是边长莫及 东南地区虽然领海 但是中国的海防力量薄弱 一旦被敌军包围 毫无攻势可言 再者 与南京建都者都为弱势王朝 以上这些理由让许多人都觉得 如若真的在南京建都不仅不能巩固国本 反汇 霍乱之阶 那么这些偏向于在北平建都的专家学者 当时又给出了怎样的理由呢 众所周知 元 明 清 这三个大一统王朝都曾在此地建都 所以战后关于建都北平的言论 收获得支持者众多 北平除了历史文化极为深厚以外 还有许多犹豫条件 凑成了它最终成为首都之地 首先 随着近代重工业发展 中国当时80%的铁矿在辽查二省 80%的煤炭分布在近闪二省 北平与这几座重工业大省相连 此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中心 自然在北 不在南 其次 从战后所面临的国防局势 军事外交分析来看 将首都建在北方 更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 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 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建都北平有利于东北的开发 这里是一个农业重地 也是一个工业重地 其优势要远胜于南京 最后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中国历代王朝凡是建都北方者 大多都享国教教 可是在南方建国者 就难逃享国教团之命 这是由于南方地区的附属 使封建统治者 忽略了民生疾苦 国家艰难 可是在北平这个算不上 财富之躯的城市建都 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个缺陷 首都之争要考量的问题 包括方方面面 有的涉及政治利益 有的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 经过反复激烈的首都之争后 新中国的首都最终定在了北京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首都选择问题 在确定国度之时 文化 政治 历史 军事 结尾不可忽略的问题 这才是首都之争 背后真正的考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